好,那么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新世纪生意买卖的创始人 维州生意交易金额No.1 每年交易case金额超过2亿澳币 我们墨尔本最专业的生意投资专家Kim 来Kim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大家好,主持人好 是的,我们在这个小生意方面 我们做了二十几年 我们有二十九个消失人员 都是在本地有很多的 很丰富的生意经验 同时在这个生意行业里面做了很多年 他们都是吃派的中介 所以吃派的意思就是 他又受了法律的责任 所以如果我们观众朋友 都有这个生意的需要的话 都可以找我们 我们可以很全方位的 可以介绍生意给你们 好的,那么刚刚呢 Kim为大家介绍了 我们的新世纪 它的业务内容 以及它们的特色 接下来呢 也要为大家介绍 来自GoMarkets的Coco 那么它是一位美女金融投资专家 是我们专业的股票分析师 虽然呢 这个年纪轻轻 但是却经历了全球的股市崩盘 以及最大的牛市 而且它也成功地提前布局了 多支稀土矿河金矿股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好,非常谢谢主持人 大家好,我叫Coco 目前是GoMarkets的分析师 那我自己本人呢 是毕业于悉尼大学的金融和银行硕士专业 那在澳洲的股市当中啊 也是浮浮沉沉 炒股很多年 那我目前呢 从事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公司 GoldMarkets 是98年成立的 目前呢 在像是全球 迪拜 英国的伦敦 包括台北等等 都有我们直属的分公司 那在澳洲呢 我们总部是在澳大利亚的穆尔本 像在悉尼的话 也是由我们的分公司 好,谢谢Coco带来的详细的一个介绍啊 那接下来呢 做客我们直播间的第三位嘉宾 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真实投资案例分析的主角啊 也是188的新移民Bob 可以说呢 在这个来到澳洲投资的过程当中 在股市当中经历过大起大落啊 做生意过程当中 也是蔡国坑 有很多的经验和精彩的故事 在今天要分享给大家 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大家晚上好 我是Bob 五年薪的188投资移民 我是一个小生意的owner 也是GoldMarkets的忠实客户 好的 那么刚刚呢 三位嘉宾呢 都和大家见过面打过招呼了 那接下来的内容啊 按照惯例 我们还是要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送出我们今天的奖品 而且今天呢 第一轮抽出的奖品呢 就是一个特等奖啊 是来自我们燕京啤酒 来看一下内容 是燕京啤酒一箱 300毫升一共是24瓶 好 那么中奖的方法呢 非常简单 也跟大家说一下 有很多朋友呢 已经提前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啊 扫了我们的客服微信 获得了自己的这个抽奖码 这个抽奖码呢 是六位数的抽奖码 那么提前进入的朋友呢 已经获得了第一轮的这个抽奖的名额 那接下来呢 他们的号码呢 将会滚动在屏幕上 我们来进行现场的抽取 因为是这个第一轮的抽奖 还是特等奖 所以呢 中奖 中大奖的朋友啊 只有一位 好 那接下来呢 还没有 还没有扫码 已经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 也欢迎大家呢 扫二维码 来加入到我们获得您的六位数字的号码 最好呢 来截屏 保留下您的号码 好 那现在呢 我们现场来进行抽奖 来抽奖 来开始 好 停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究竟是哪位幸运的观众 中奖了 好 来看一下 好 谢谢我们的工作人员 来公布一下 我们第一轮 抽取特等奖的这位嘉宾 号码是 六位数啊 892574 892574 那您获得的是烟精啤酒 一箱啊 300毫升容量 24罐 好的 那么如果这个屏幕前的您中奖的话啊 我们的客服人员 我们的工作人员 稍后呢 会联系您啊 主动联系您 那么在这两天的时间呢 您就可以获得这个 领取奖品的方法了啊 非常恭喜啊 恭喜我们的892574 这位朋友 获得了我们今天的首轮 而且是大奖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我们的直播环节啊 既然说到是澳洲首当的啊 是真实投资案例的一个分享 那首先我们就要问一下 Bob 你的投资故事啊 因为我知道很多新移民 你是188新移民 对吗 很多我们的这个投资移民啊 他们都是先看到了澳洲 非常的美丽 受到澳洲生活的这种 向往啊 所以可以说呢 是安居乐业 先安居 再找到自己的事业所在 你是不是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找到你的小生意 你觉得难吗 我觉得还是有点难度 我呢 其实是先找生意 再安居 是一个相反的过程 相反的过程 因为虽然说澳洲生意 生意很多 但是其实要找到真正适合的生意 还是不多 所以我觉得找生意这个过程 还是有点难度 来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找生意的过程 到底有多难 找了多长时间 我其实是2016年3月份登陆的 那么差不多是8月份接的店 那么当中的话 有三个月是在找生意 差不多三个月当中 马不停蹄看了将近100个生意吧 三个多月就不到100天的时间 看了100个生意 对 哇 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这100天下来看完了这么多生意 你有没有什么感想 各种各样的生意 像奶疤呀 像博多笑培呀 像蔬菜水果店 亚超呀 这样都看了各种各样的种人生意 那单枪匹马的这样的看生意 你觉得这个行动对你来说负担大吗 挑战大吗 其实现在回过来想一想 这做的有点傻 因为单枪匹马就这样 没有一个人去指导 自己就在那里瞎琢磨 其实是浪费了很多很多时间 我头上那几根白发 就是估计就是那时候开始的 看了一下 这个白头发还不少 好 那其实坐在你身边啊 就是关于我们在墨尔本 投资生意方面 非常专业的一位投资人 那是我们的Kim 那能不能从您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在澳洲投资购买小生意 都有哪些优势和特点 谢谢主持人 也谢谢Bob 当然买掉生意了 祝贺你 那么我认为在澳洲 买生意有很多优势 那么我认为以下几点 是我的 我的就对这个小生意优势的观看法 第一点 那么澳洲小生意非常规范化 只要达到他们基本条件 我们办去手续还是非常顺利 比如说我们注册一个公司 就你24小时注册出来 就能够登记出来 那么而且成本也不高 只有24小时就能注册加公司 速度是非常的快 您刚才也提到了成本 这个成本究竟有多低 是这样 那么当然就是有的人希望到会计帮他去做 那么会计做到大概850块 880块钱左右 那么如果当然如果你语言能力好的话 你自己上网就注册到大概400到450块钱 所以也成本比较低 那么除此之外呢 那么这个欧洲做生意呢 它一个很大的优点呢是 它我们很少受到外界的干扰 比如说我们根本不用考虑人际关系 更不用考虑这种领导的表态 请客吃饭更不用不着 所以就踏踏实地做生意 就能够成功的希望 那么第三点呢 欧洲是个很富有的国家 人均输入高 就只有它能够 就你的产品能够达到一定质量和服务根的上 那么它就能消费得起 它就能够买得起 所以这个消费市场总是存在 购买力非常高 购买力是高 那么还有一点呢是 北京欧洲是个资本主义国家 它是靠近私人企业去投资和发展 那么所以它是通过私人企业的投资来去创业 和这个就业需要就业去发生 没错 所以那么所以它为了鼓励私人企业 私人公民去投资 那么它就会出台很多 有这种倾向性的政策 比如说税务上 法律上 还是灵活的这种就业法 所以我觉得它们是对 对欧洲做生意还是很多很友好的 那么还有呢 欧洲作为移民国家 它的市场不断地在扩大 那么除了我们本国的自然的这种人口的增长之外 那么还有我们每年会有30万的人口移民过来 那么当中一大部分是这种专业人士和投资移民 所以他们过来不光是扩大市场有很多的帮助 同时又带来技术和这种资本 没错 那其实说到这个移民啊 刚刚Kim也提到了 每年会有30万移民涌入澳洲 而且我还看了一个数据啊 2019年到2020财年当中啊 进入到这个维州的移民就有8万多 进入到这个新州啊 悉尼的移民大概是5万多 其实也看到墨尔本的这个趋势啊 投资小生意的趋势是非常好的 因为涌入的人非常的多 好那刚刚呢 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刺激政策的刺激政策哈 像这个去年疫情期间呢 澳洲政府呢 对于小企业的这种推动和挽救 我们也能看到力度非常的大 比如说呢 推出了这个上百亿元的刺激经济的政策 为我们的小企业呢 提供了最高达到两万五千澳元的支持 特别是对于有学徒的这种企业啊 可能提供了50%的工资津贴 所以我们能看出在澳洲来经营自己的小生意 可以说是生机勃勃 是的 那其实Kim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啊 那在比如说我们说到股票啊 它会有成长的空间 有投资的价值 那对于我们的小生意来说 它有没有什么成长和投资的价值 是分得非常好 那么作为小生意 它不光是带来稳定的收入和这种解决你就业问题 同时呢 它像其他 比如说 创这种财富创造一样 就是它跟房产和股票一样 它一样的增值 只要你生意做得好 时间推移 那么它同样的增值 那么哪一天你不想做的话 你想卖掉的时候呢 增值会体现出来 所以你买进价等到卖出价 它中间的这个增值 是你将来是很客观的 那买下一个小生意 不仅能通过这个生意每年去赚钱 而且可能当您经营了八年十年之后啊 想把这个生意卖出去 它会增值双重的收益 好的 如果您正在面临着这个店铺的购买和选择啊 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新世纪的客服电话 0398982874来进行咨询 好 那刚刚呢其实呢我们也说到在澳洲呢 进行小生意的投资 它有哪些优点 那其实呢有很多朋友会问啊 那我来到澳洲了作为一个新移民 我应该投资哪些方面的生意才对 要问一下Bob 你身边很多新移民朋友啊 他们都投资了哪些类型的小生意 随着这个来澳洲的这么多年 也认识了不少新的移民朋友 那我了解呢大概他们有一些呢 比如说投亚钞的 咖啡店的 面包店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店铺 那我呢有赚钱也有赔钱的 但是我总结了一下呢 就是说如果你要去投资这些店铺呢 还是要有下几点的一个建议 哦 以下几点啊 这是我自己总结的 来听听你的心得 第一个呢我是觉得呢 你必须要买一些刚需的一些生意 刚需 对 刚需的生意 第二个呢你要有一个团队 夫妻老婆当然也算团队了 不能一个人战斗 不能一个人战斗 第三点呢你必须要有一个管理 有一个你会经营 然后一个正确的经营 有经营的经验 然后还要正确的经营 第四个呢你还需要一个 就是说合理的一个营收比例 和租金的一个比例 你不能租金太高 你也赚不到钱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要有一个 你的产品和你的这一个 一套服务的这个流程呢 必须在短期之内 不会被更换 然后最重要的 不可替代性 对 最重要的一点呢 有一个好的位置 好的位置 这能不能借朋友 这身边朋友的例子 来跟我们说说 这个位置到底有多么重要 对 我一个朋友开面包店的 他在一个小商场里面 然后呢他就是一排一座 里面几个咖啡店呢 他怎么都竞争不过他 所以其实这个呢 做的是相当好的 我预测他应该有 两万块钱一周的生意吧 两万块钱一周啊 那利润下来的话 那就你想咖啡和面包 他成本不高 对 相对来讲 比较低一点 人工高一点 好 那么在你自己看来 因为你也经营小生意 几年下来 你觉得是会看好这个吗 是非常看好 这个小生意的走向吗 我觉得小生意 比较刚需的 我都还是比较看好的 好的 那么Kim你看啊 刚刚呢 Bob从他的角度 从朋友的这些经历啊 分析啊 他总结了五点出来 可以说呢 作为一个普通投资人 他确实思考了很多 但是呢 作为一位专家来说 您是怎么看待 澳洲的职业生意类型 来和大家分析和盘点一下 好吗 好 谢谢 那么澳洲的生意 基本分两大类 一个就是饮食行业 和非饮食行业 那么饮食行业 这边呢 是参观类 那么参观类呢 那是它的优点呢 是它是就是规模比较大 应该也很也也比较比较大 那么同时它利润也非常的 非常的好 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 中餐馆里边 柠檬鸡啦 古老肉啦 豆子牛啦 那么基本这些 一般的成分 大概四块到五块一碟 那么我们卖 四块到五块一碟 那么就是包括就是肉啦 菜啦 那么为什么它 我们一般卖大概 十九块钱的二十块钱一碟 那么为什么这么高的利润呢 因为它是一个全部从原料加工生产销售 铜都在在它的手里 所以它的利润是从就是买原料到销售都在它的手里 所以利润非常高 是的 我觉得现在就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一开始听到 原来它的成本只有四五块 但是我们平常买的时候 都是十九块二十块赚的价格买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惊讶 说哇能赚这么多钱呢 但是也要考虑到中间啊 它这个一条龙的这个流程 你中间要付出的辛苦和专业度也是非常高 是的 那么当然它是毛利 那么当然这个它的这是 它的参观的一个缺点呢 就是它是都是靠晚上工 都是靠晚上的生意 所以他们回家的时候 收工是比较晚 所以可能家庭生活可能有所影响 第二呢它对厨师依赖会稍微大一点 厨师的依赖 所以当然如果你能够合作的方式去做 比如说你有个朋友是做厨师的 你自己做前台的话 当然这些都可以解决 那么除了参观以外 当然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三明治了 咖啡馆了 那么这些生意都是白天生意 只靠早晨和中午的生意 所以比较轻松 那么而且它也不会牵涉到主的东西 所以你卖的产品 基本都是这种买来就差不多 你再热一下 基本都是一样的做法 简单好操作 简单好操作 而且你收工比较早 所以你回家还可以 家庭生活还可以享受 那么利润也非常可观 比一说 我们可能很多观众不知道 知道不知道 所以我们一般一公斤咖啡 我们是好的咖啡 24块钱到25就买来一公斤咖啡 那么我们一公斤咖啡 如果它浓度高一点的 我们可以50倍咖啡弄得出来 50倍 对 那么一般他们英文就是 double strength 如果你是比如说有单一点的话 可以100倍 那么为了算方便 我们说100倍的话 一杯咖啡 3块5到4块钱的话 那么试想一下 350块钱400块的回报 是24到25的原料成本 所以利润还是非常可观 我这么算了一下 大概好像 如果跑去这个人工和店面 好像一杯咖啡 可能它就是几毛钱的成本 是的 但是卖肯定是卖3块5到4块多 当然你可能会有糖啦 碟啦 人工啦 当然最终成本还会提高 但是它的毛利还是非常可观 所以但是这个咖啡馆三分针 一个我们说缺点之后 就是它需要语言的要求会高一点 因为它要求你是对 对你的客户有所交流 然后它是这种社会活动 所以你参与 所以当然如果你有 比如说有员工 能够讲比较好的语言 你还是可以弥补下去 那么还有我们这个饮食 这种饮食还有比较大的项目是 比如说外卖店 比如说这种烤鸡店啦 鱼手店啦 披萨店啦 寿司店啦 那么这是出于单项生意 就是我们说的单项就是 它是鱼手店 它基本是跟鱼有关系 所以做事比较简单 它技术要求也不高 语言要求也不是很高 利润也是很高 比喻说我们 是的是非常高 比喻说可能我们去一个 鱼手店买一个 比如说他们一般长的鱼 叫flake 那么这个鱼是我们华人 就是小熊鲨鱼 小鲨鱼 那么这个鱼呢 一般一箱过来十公斤 一百四十公斤一百五十公斤一箱 那么能切出九十条一百条鱼出来 那一块呢 一块大概一块四十一块五 成本但是你卖的话 五块五都六块钱一条 所以它的毛利还是相当高 但是呢 当然它确定是比较辛苦 然后它还是靠晚上的生意 所以你可能就是 当然去家庭生意 那么非常适合做家庭生意 比如说夫妻俩去做 但是当然就是 你的代价就是晚上和比较辛苦 那么除此之外 大家可能大家比较熟悉蔬菜水果店了 好像在疫情期间 这个蔬菜水果店还是经营的不错 是的 因为它可能就是 就像蔬菜水果店 它就扛接非常强 不管什么样的季节 好的经济跟差的经济 它都能够生存 那么就是因为它是必需品 那么就算疫情时间 它还是做得非常红火 所以这个蔬菜水果店 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当然它的利润也很高 但它的缺点呢 当然往年呢 我们每个星期两到三次去 实际上是拿货 那么以前这个市场 在Foodsquare那边都Apping了 那么就是说你半夜起来 开个卡吃拿货 早晨过来写货 做到沙点 那么现在呢 当然这个世界中 这个环节呢也有一批人补助了 他们怎么补呢 以前做过饮食行业的人呢 现在回来 就这种蔬菜水果的人呢 现在开了一个新的行业 就说好 我帮你去买货 我帮你去送货 所以只要你天天一天 告诉他你买什么货 他都给你送来 当然你还付费 所以你选择可以自己拿货 或者叫人去送货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意 去做那么也是一个饮食行业这一类 那么除了这位 当然会有面包店啦 这种天苹果汁店啦 奶茶店这些都是一个饮食行业 没错啊 其实说到这些小店铺啊 我前一阵子去悉尼 我也发现 我去这个悉尼的海鲜市场 非常有名 原来去的时候 可以说人山人海 但是现在因为这个疫情后期嘛 基本上都是当地的人 或者说像我们这种从维州 其他州过去的游客啊 然后去这个买一些海鲜 然后我就会看到啊 特别明显 他们有一家非常有名的奶茶店啊 应该是我们华人经营的 这个奶茶店以前在 像小红书上都会说 每次去都是排队排长队 一直排到这个市场门外 每次排很多 但是我这会想 疫情受打击这么严重 会不会这个奶茶就买不到 喝不到了啊 但是我去了之后发现 这个奶茶店依然开挺红火的 还是会有几个人在那排队 在购买 所以我觉得这种小生意的生命力 极其顽强 是的 是的 那其实刚刚我们说到 是这个餐饮行业啊 那么作为这个消费者 也要问一下Coco啊 平常呢 喜不喜欢喝咖啡啊 然后买些外卖什么的 有什么感触 对 因为我自己本身工作嘛 平时是在city里面 然后呢 去年疫情的时候 我平时生活也是在city附近 那去年疫情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像city啊 周围啊 很多店铺都关门了 包括我们很多华人 喜欢的一些餐饮的品牌 和店面都已经关门了 那我自己也是真实感受 去年回公司 欧尔加班的时候 真的是万人控 就是属于就是 街道空空荡荡的 一个人都没有 但是呢 最近因为我们都知道 政府在号召我们所有的 office的人员回去上班嘛 现在呢明显感觉到 city里面的人越来越多了 晚上上下班的时候呢 要堵车 不仅仅如此呢 像买咖啡啊 或者买奶茶 还得要排队 然后像cham上面啊 经常人挤人 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能明显感觉出来 从去年的时候 疫情大受打击的一些city 或者生意 像现在的时候 是已经慢慢已经起来 或者回来了 可以说这个餐饮行业 在经历了寒冬州 现在看到了这个春天的希望 得到了春天的讯号啊 那刚刚咱们说的是 这个餐饮行业 那对于非餐饮行业的类型 Kim再为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是的 是的 那么刚才谈到饮食行业 那么我们还有这种 第二个是非饮食行业 那么非饮食行业包括 超市了 是foodworks IGA了 还有这种 我们华人的杂货店了 便利店了 便利都是7-11的角落店了 还有这种礼品店 还有这种奶巴 那么这个行业呢 是白天生意 操作简单 那么都是系统化的 那么还有呢就是这种请人也比较容易 但是它的缺点呢 就是自己的需求比较大 比如说你买一个生意 不光是你买他的生意 你还买他的货 比如说20万买个生意 你还得买10万块去买他的货 所以它的资金需求会比较大 那么利润呢 不像饮食行业那么高 因为毕竟饮食行业是从原料到生产 但是这个非饮食行业都是你的产品是买来 当然制造商出口商进口商批发商还得赚一笔钱 所以那么当然总是风 当然因为非饮食行业是它的风险也比较低 所以它的回报稍微也会低一点 所以一分价钱一分货 没错 而且说到这个非饮食行业当中 刚刚也提到了 像其实我们家周围有这个7-11 它其实就是一位华人 就购买下来的这样的生意 那另外呢 前一周我也看到有这个新闻 大概就描述了 像这个十几年前 二十年前吧 二十多年前 有些华人朋友来到了澳洲 就选择了做这个杂货店 后来做成了超市 从一家小小的店铺 一下做到了十几家连锁店 然后这个自己的身价也变成了澳洲前五十位 所以只要你用心经营 经营有道 其实呢 投资这样的生意也真的是大有前途 是的 那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其他的选择 是的 当然除了这个刚才以外呢 当然我们还有比如说这种酒铺和烟店 那么毕竟欧洲的这个人呢 是外向性人 他们活动多 party多 所以这些活动都离不开酒和烟 那么还有呢 比如说这种油局啦 六合彩啦 干洗店啦 洗衣房啦 样样都可以投资 那么刚才我所说的缺点 比如说 你商业缺点跟优点 非常缺点跟优点 并不说 这个生意好跟坏 每个生意存在 它都有它的价值 那么你每一行 就要你投资 总是可以赚钱 我说的优点和缺点 就是通过这个来去 判别你这个生意 到底合不合适你去做 所以按照你的条件 去选择你最适合你的工作 所以我认为 每一个生意是十圈十米 但是只要你觉得这个适合你去做 有这个能力 那么每个行业存在 同样的价值 所以你还是可以赚钱 不愧是我们维州啊 生意投资方面的number one啊 刚刚呢 Tim跟我们分析的时候 这个生意类型 优缺点都分析到位了 让大家这个理智来判断 当然 如果你现在正在面临选择 也举期不定的时候 不要犹豫啊 拿起电话 拨打一下我们的这个 新世纪的号码 03-9898-2874 那同时呢 大家对于这个投资小生意 或者是澳洲的股市 有什么想问的问题 也欢迎大家呢 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 我们会随时和大家进行互动 好那既然说到互动啊 很多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 也看到啊 已经有很多的六位数的幸运抽奖码 已经分发到大家的手中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进行 今天第二轮的抽奖 好 那么第二轮的奖品和大家来说一下 是普通 是我们的烟金啤酒的六罐装啊 一个pack 那当然了 刚刚是24罐 但是呢 获奖者只有一个 这一次呢 我们的这个 一个pack的获奖者 会非常的多 好像数了要有十几个啊 应该是十几个中奖的名额 所以现在呢 我们现场来进行 这一轮的抽奖啊 来 开始抽奖 好 停 好 我们来 现场的工作人员来 有没有这个名单来 哇 这就果然是非常多的这个中奖者啊 先提醒大家 如果听到了您的号码 千万别忘了和我们的客服来进行联系 第一时间拿到您的奖品 好 我们来看看都有谁来中奖了 那么号码是209490的朋友 恭喜您 209490以及203880203880278492278492 982160982160以及064430312142以及221228 07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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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65605604 635604 618601 862 299 013546845726148603701271 还有好多啊 还有好几个 485931 100362657151 以及808581 499426 还有415706 911783 最后一位呢是 033827 哇一口气念了这么多的名字啊 好的也恭喜以上所有的获奖者 那么希望大家保留自己的这个号码的截图 刚刚进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呢 也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之后呢 赶紧扫下我们的助手的二维码 来获取您的抽奖码啊 抽奖码是六位的 因为之后呢我们还会有看一下 还会有两轮的抽奖来为大家送上啊 所以欢迎大家呢 赶紧拿到自己的抽奖码 参与我们的下两轮的抽奖 好的那么回到我们的这个直播话题哈 那刚刚其实呢 Coco也和我们分享了 疫情期间 还有这个疫情后期啊 当大家纷纷的回到这个办公的场所 办公的时候看到了这个餐饮行业的 蓬勃兴起 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想问一下 Kim在这个时候 在疫情的这个后时期 入手小生意 是一个抄底的机会吗 是一个好时机吗 是的就像刚才Coco讲的一样 现在是欧洲疫情基本控制了 那么疫苗也开始打了 国家也出了很多政策 去鼓励这个我们的小生意去去 同时发展我们的 刺激我们的经济 所以我认为现在 应该我们开始复苏了 但是呢 如果我们看一下 那么股票和这种房产的话 它都是好报 那么我认为那么总是股票和房产走先 然后这种生意和商铺会跟得上 所以我认为现在是最好的时间去投资小生意 那么我认为就是刚才你所提到就是 有没有哪些行业我首先推荐的 我认为这影视行业是我的首先推荐 首选 是的 因为我们墨尔本百分之就是卫生 包括其他生百分之五十六十小生意 是饮食行业 那么因为它是必须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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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行业 所以我觉得我们迟着会复苏过来 而且会做得更好 所以我觉得饮食行业是 而且因为疫情的原因 虽然是我们开始复苏了 但是它的价钱还是一样那么那么低沉 所以我觉得如果投资 好像是最好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去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我就是到底下了多少 那么比如说我们在不过有一个韩国参观 那么正好疫情钱呢 大概我们开价二十五年 二十二十五万 二十五万 那么没多久就疫情发生了 我们也就没办法去留在那里了 疫情回来了 我们卖大概十万多一点点 那么设想是疫情一 前二十五万疫情回来十万 那么也就是这个这个聪明的买家 等于赚了十五万 那么那么另一点呢 我在这个Burut呢 有一个口级店 原来这个我们这个同胞呢 六年前是三十万买来 那么生意很不错的 一万多的Taking 七百多的房租 那么例如一个星期有三千三千五的利润 那么正好疫情前 我们开价开三十三万 后来疫情发生了 也没办法 现在刚刚成交了十七万 那么虽然生意变动不大 但是毕竟疫情呢 对对这些人的信心打击比较大 所以虽然房产回来了 股票回来了 对生意还是不敢去动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是一个想抓住机会 那么你应该趁低时候入手 现在是好时间去入手 好 如果这个有希望创业的朋友啊 或者呢 在这个公司当中呢 看惯了老板的脸色啊 决定自己要快乐创业啊 拥有自己的小生意 其实这个时候真的是可以入手的时候 因为很多店铺 说实话 他们之前已经赚了很多钱 所以可能过几年经营之后呢 就会觉得我以一个合适的价格卖出去就好了 然后所以呢 尤其是那种巨赚的店啊 所以疫情期间呢 他可能也没有什么信心继续经营下去 因为之前也盆满钵满赚到了 所以呢 就一个非常的低价 超乎我们想象的这样的低价 现在呢 销售出来 像刚刚说的25万呀 10万拿到 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惊叹 所以在这个时候 入手是省成本的啊 省个十几万 其实省到就是赚到 相当于一年挣了十几万哈 还没有开始的 是个十几万 是的 那刚刚呢 也这个分析了几个经典的案例吧 也给我们分析了这时候入手的时机 那今天呢 我们其实这个案例分析呢 它有两个观点啊 一个是我们要不要购买一个生意啊 要不要这个入手一个商铺 另外一个呢 就是股票 我们这时候该不该投资 因为两点是非常不一样的 刚刚您说了 现在是这个小生意抄底的时候 但是股市我们知道啊 去年一飞冲天 那现在呢 说实话 您进入到股市当中 应该是抄不到底了 是在半山腰上 但是呢 咱们先请Coco来分析一下 GoMarkets的 我们的美女的分析师啊 为什么去年的股市这么好 别的行业都一片萧条 只有这个股票的表现 非常的亮眼 是 对一听主持人呢 就是也是有关注 这个澳洲的股市 或者全球股市的 这样子的一个行业 我必要关注GoMarkets 对 因为其实大家应该也有看到嘛 去年疫情全球冲击之下 全国全球的这个股市啊 都是面临了非常大幅度的一个打击 像是美国的纳斯达克的话 从当时的9700多点 一路下跌 跌到了只有6000多点 但是呢 经过这一年的修整啊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纳斯达克 已经屡屡创下新高 现在已经上了13000点 也就是说从当时的第一点 6000多点到现在 是翻了一倍 大家的形势转好了 对 然后同样的情况下 澳洲 澳洲去年 我记得最高点 是在7200点 然后呢 疫情发生之后 跌到了4000多点 那现在呢 回到了又6900点 左右的一个位置 真的很坚挺哦 对 在这个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还没有达到腰斩的程度 是的 还有10000多点 是的 然后像是澳洲 其实我们知道嘛 其实很多像是旅游行业啊 包括这个出口的一些外贸行业啊 其实远远没有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但是呢 像是股市的话 我们说几乎回到以前之前的水平 而且像美国的股市是 几乎每天都在创新高 这一年当中 是的 因为我们每天要做一些新闻播报嘛 所以就经常会收到了一个词 就是屡屡创下新高 对 血速都非常的快 对对 那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嘛 为什么在去年几乎所有行业都停摆 或者说封锁的情况下 只有股市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呢 其实我觉得是主要归纳为三个点啊 一个呢 是我们大家也都知道 现在利息环境非常低 这个呢 也是造就了最近 不管是悉尼还是墨尔本房市 都是非常火热的一个原因 那同样的作为这些公司 或者说上市公司来说啊 他也是非常希望借助这样子的一个低息环境 来扩展自己目前已有的一个业务 所以呢 对公司的估值 或者说整体的一个市值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的一个方面的一个影响 对 那另外一个呢 从金融 我们就是比较专业的一个金融角度来讲 就是你估算一个公司的市值的时候 如果当目前的就是利息环境是比较低的时候 未来的现金流 折算到现在的话 那你的目前的就未来的钱 在今天的钱更值钱了 所以这个也是导致了公司的市值 在估算的时候会更值钱 那也有很多的投资者会在这个时候去买入股票 那另外的还有一个原因呢 大家也都是知道 这个全球的央行都是打开了印钞机 现在大幅的放水 加大力度来印钞票 那所有人几乎都知道啊 未来的钱会更不值钱 那么他们会寻找寻找一些更值得去投资的一个途径 我们都知道这个大量印钱之后啊 基本上的这些钱都流入了 比如说生意的领域呀 然后还有这个房产的领域 肯定还会流向这个股市当中 所以这几个正好都是风口 都是热点啊 大家记得要去跟进一下追逐一下 比如说可能我要买一个上百万的房产 或者大几十万的房产 真的是很艰难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小生意 对不对 像刚刚Kim就说了 说这个基本上17万 入手一个小店铺啊 也是非常好的 Bob也用他自己的这个故事证明了 五年经营啊 朋友们的经营 这个店铺都是非常不错的 也挺过这个疫情了 马上就有希望了 那在这个股市当中 再来讲讲这个股市当中 这时候我们应该是怎么操作 有没有什么案例跟大家分享 对 然后刚刚其实还有提到一个点嘛 就为什么去年股市特别火热的 一个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咱们也都知道 维州尤其是墨尔本啊 去年几乎所有人都是lock down 在家里整整一年 那很多从事相关行业的 或者说要出去上班啊 或者说留学 移民 包括可能出口啊 这些行业相当来说都是停滞了 那么大家有更多的时间 闲在家里会去研究 可能目前正在火热的一个股市 那会有更多的相关的股市参与者会参与到这个股市行情当中 所以呢这个也是导致了去年股市行情特别火热的一个另外一个原因 说到这个Bob的心里去了啊 来跟我们说一下你什么时候而入的股市啊 我其实是在2020年2020年 就是去年年初就入了啊 但是这个入市之后呢 就开始有时间来潜心研究这个股市 它就走向了 对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基础的一些基本的知识 那么我就会跟大家推荐一下 研究一下吴军老师的那个硅谷来信 里面有讲那个股票这一块的知识 我觉得还是讲的比较比较具体 也比较到位啊 这个硅谷来信为大概了解了一下啊 像这吴军老师他就提出了一点啊 我觉得挺重要的 他说其实像我们这个普通人 我说这普通人不是指的coco啊 他是专家啊 也不是king 指的是像Bob和我这样的这种这个普通的投资人 其实呢我们真的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聪明 像这个我以前在A股的时候啊 可以说折戟尘杀 这个资金几乎是一去无回啊 所以呢吴军老师也是提示大家 大家尽量进行一些比较简单的这种操作 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 去看这个自己的头子 也就是说找到一个靠谱的平台 在专家的这种指导下来进行啊 比如说找我们的go markets 那在这儿呢也和我们这个直播间里的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说一下 如果您呢对澳洲的股市感兴趣 当然不管您是在澳洲境内啊 还是在国内都可以加一下我们现场这个客服的微信 那二维码呢就在我们的屏幕当中啊 大家扫一下二维码 扫完二维码之后加我们的小客服 我们go markets的小客服可以说呢 几乎都是无时无刻在等待着大家啊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就随时询问我们的客服 对那刚刚主持人也提到嘛 就很多可能在海外或者说刚来澳洲的这个新移民的朋友啊 该怎么去做这个股票的投资 这是我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对这个其实也是在我在日常工作当中经常会接触到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都知道嘛 可能新移民刚刚落地澳洲 可能目前来说人身地不熟 急切的想要需要可能融入这个生活 或者说融入这个环境 那么其实就我个人的经验 或者说根据我目前跟所有客户朋友 国民朋友探讨下来来说 其实对于很多咱们刚来的朋友们来说啊 去投资或者说了解你身边正在发生 或者说你这个日常生活中会接触到一些行业或者公司 这个是最简单最快捷的 打个比方 比如说咱们刚来澳洲的时候 我们会去开个银行卡 对吧 那作为四大银行来说 不管是那个Common Bank还是ANZ或者NAB都会是我们的首选 那像这些银行来说啊 其实也是澳洲非常大的一个上市公司 并且呢是支撑澳洲股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金融的一个板块 那像WBC就是我们说的Westpac 那在今年短短三个月第一季度的一个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 我记得在一月份刚刚开始的时候 今年一月初的时候 当时股价只有19块多 那到今天呢 我看了一下是涨到了28块钱 也就是短短三个月是涨幅了40% 所以我个人觉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 那像是这一类的这个银行也可以作为我们的投资标的 那除开这个之外 我们可能每天要去的World Wars或者Course 因为我记得疫情的时候World Wars和Course 在每次lockdown的时候都是涨幅非常不错 那大家在抢测纸的时候 你不妨去想一下 我要去买一些澳洲的超市类的股票 对 非常好 就是跟你身边息息相关的 你正在用的 周围人都很喜欢用的 你不妨从这些品牌下手啊 像我们之前就提到过的 这个有的人就说啊 投资的专家说 这个买科技股 你不如买丝袜股 对 然后也有这种投资大行人 他们会选择这种剃须刀 作为自己的投资的一个方向 对 主持人说到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就是跟自己生活息息相关 或者说跟自己工作息息相关的 因为我应该也知道 大家很多可能身边的朋友都曾经做过代购 或者说帮亲戚朋友去买一些奶粉 那其中呢 很多人大家也都知道 A2奶粉啊 曾经在超市货架上是一贯难求 经常呢 我们在新闻上各大媒体看到上 说看到超市里面啊 可能代购为了一贯奶粉 大打出手 这样子的一个新闻 对 那我们这边呢 其实之前啊 有很多非常聪明的客户 他每次看到这样子新闻 他是怎么操作的呢 他会把A2奶粉在超市上面的库存 当作是一个风向标 比如说最近几天 哎 连续去逛超市发现 哎 好像最近A2这个奶粉啊 在超市上面没有什么货存 库存了 或者说最近好多代购都在抢奶粉 那我会去转身买几百股 A2的奶粉的股票 你也在手里 那下次逛超市的时候发现啊 最近好像连续好几次 去看到A2的奶粉都是满满的货架了 那我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去把奶粉的股票给抛售了 那A2奶粉呢 从15年上市的时候 这只股票呢 当时只有几毛钱 差不多五毛钱左右 到去年最高位呢 是涨到了20澳币 也就是说差不多五年的时间 40倍的一个涨幅啊 我觉得这个收益是远比于我们去超市抢几罐奶粉 要来的高的多的 对没错 那虽然呢 去年大家也都知道嘛 就是lockdown包括国境封锁了之后 游客啊留学生啊就下降 导致呢A2奶粉的销量呢 也有所下滑 那导致它的股价呢 也下滑 但是呢 我觉得这些投资朋友们 他们的思维和思路 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比如说最近房市和楼市 那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说 可能几百万 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到这个行业当中的 那作为这种情况下 我们像是一些无产阶级 我真的没有房产 那我难道就是错失了这样子的行业红利 或者没有办法参与了吗 那当然不是就是其实咱们可以去看一下 跟行业或者说房产相关类的股票的行业 像是银行 那像是建筑类的一个行业 或者说像是我们每个人 不管是你买房租房 要用的Real Estate的APP的这个上市公司 它也是一只上市公司 现在一百多块钱一股 那像这一类的股票呢 都是我们在接下来可以去继续去关注的 哇真的是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叫受之以鱼 以鱼不如受之以鱼啊 真的是把这个整个你应该怎么买股票 买股票的思维 它涨跌的趋势和规律 都给大家push的非常的清楚啊 真的不愧是我们的这个分析专家 分析的非常的到位 而且呢 醍醐灌顶 像我这种这个澳洲股票的小白 我觉得我也可以大胆的去操作一下 当然要先去这个GoMarkets报个到啊 来依靠我们的这个专家和平台的力量 能够让我的这个投资有更加丰厚的回报 所以呢 如果您对手中的这个股票要买 还是不买究竟该买多少 什么时候入手 什么时候出手 犹豫不决的时候 也欢迎您啊 加一下我们现在屏幕上的二维码 我们的GoMarkets的客服的二维码 可以说呢 我们这个小客服的服务是非常贴心和到位的 同时我们的行业专家 也会为您带来非常前瞻性的分析和引导 好的 那么刚刚呢 我们说了这个如何选股的这种思维 那我们也提到了2020年 这个股市行情非常好 那2021年你觉得还会这样一飞冲天吗 还是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螺旋式上升 还是怎样 对 确实主持人提到了 去年啊 几乎就是只要在去年入市的这个股票 或者说买的股票 几乎闭着眼睛买都能赚 那今年呢我觉得目前的大的一个环境下 因为刚刚也提到嘛 全球放水大的一个低息环境 那起码呢 全球股市我们可以看到大的方向依然是向上的 但是呢 根据一季度的股市的表现 我们发现出现了更多板块轮动的效应 就是什么是板块轮动呢 就是我们看到去年啊 很多涨的好的股票 像是我们经常听说的 特斯拉或者说澳洲的afterpay 一到了2021年呢 哎 好像上涨没有什么太大的动力了 反而呢 像是去年默默无闻的一些小股票 或者说涨幅没有那么高 翻几倍 五倍 十倍的这样子的股票 一到了今年 还有不错的表现 像是基建类的行业 我自己个人之前上个月 也是写了相关类的股评 澳洲最大的这个基建公司标的 那今年呢 也是有不错的一个涨幅 那像这一类的公司呢 我觉得在接下来的时候 我们作为股民朋友 也可以去继续去关注 那其实呢 我们也提到一个炒股的思维啊 上期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 其实比较稳健的一种 这个炒股的方式呢 是长线持有 但是呢 现在呢 coco又跟大家 比如说很多朋友喜欢这种 中线或者短线的投资啊 投资股票 那我觉得coco刚才给出的建议呢 就非常的到位啊 板块轮动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 这个热点在什么地方 应该把钱投在哪个板块才对 那么说到这个长线持有 再这个插一个小插曲啊 之前呢 我有个朋友 他买了这个特斯拉 在特斯拉还有300多的时候 买进 然后所以呢 上期看我们节目的时候呢 说特斯拉呢 一度是八九百 然后跌到了600多 600多 然后当时他就说 专家说了应该长期持有 Mabel你觉得呢 我说我当然我听专家的 然后他说好 我一定持有 而且如果在这个 合适的情况之下 还会补仓再继续 所以就看大家的这种 投资的思路 究竟会是怎样的 什么样的长期投资 还是短线投资 所以如果您在这个时候 拿不定主意啊 也欢迎大家 扫一下我们的屏幕的二维码 来到我们的GoMarkets的平台 来向我们的专家 来进行咨询 好 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了 这个板块轮动的问题 其实呢 Coco也给出了 我们很好的 三个问题的一个 总结和答案 那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 我们的这个 案例的主角啊 Bob 因为刚刚我们提到了 其实呢 你这个参与 澳股的时间 还真是个澳股新人啊 2020年才参与进来的 但是我觉得 你看你这么热衷于 投资生意啊 大胆去尝试 肯定我觉得 你应该在 中国的时候 就投资过股票 在A股表现的成绩怎么样 A股是屡买屡亏 屡败屡战 那就和我一样是吗 好 那澳股方面呢 澳股还是极开得胜 还是不错 哦 极开得胜啊 那能不能和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自己操作这个成功啊 都是什么样的 这一种收获啊 成功的这个信心 又来自于哪 其实呢 就说买澳洲股票呢 我也是做了一点小小的功课 那么我了解的澳洲股票呢 我问了一家会计 他说呢 只要你持股一年以上 你的收益的50%是免税的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一大量点 对 如果你是澳洲居民的话 都会有一个养老金账户 那些养老金的账户呢 我在查了一下网上 都很多 大概应该 应该估计100%或者是什么 就全部是买的 股票类的这些产品 所以它跟中国是一样的 其实它就养老金挑了大头 这个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我是觉得 就是说澳洲的股票 你如果从回报率来看呢 差不多20年 我看了一下 有分析报告说 它是年收益是10% 非常稳健 基本上对上期节目当中 我们也提到了 这个年回报是10% 就相当于一个特别好的 一个定息一样 对 如果年10% 你去算一算 1.1一直乘上去的话 20年 那应该大概是在7倍左右 所以 如果 因为投资房产是有门槛的 那么 你投资不了房产 如果投资股票 那 它这个7倍 我是想 就是说房产可能 也不一定能够达得到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房产的门槛也比较高一点 的确是这样 我就前一阵 这个房市 它开始比较好的时候 我还看了一下 我邻居的这个房产 它买得很早 买得很早 但是呢 如果要是投资股市的话 这十几年 那肯定是五六倍已经有了 这个投资的这个增长率 还是股票 我觉得 更让大家能看到 这种增长快的希望 好 那 Coco你是怎么看的 对 我觉得Bob呢 其实很多点啊 应该也是戳中了 很多股民的心啊 就是第一 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是 一个税收的一个问题嘛 第二呢 就是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 股市投资稳不稳健 那第三呢 回报率怎么样 那从我的角度来说呢 其实澳洲的股市 相对于中国的股市来说 确实是要稳健很多的 而且我觉得 从我自己的经验 因为我这个只有A股的 股票的经历啊 我就觉得很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 我呢 其实这个A股呢 已经不管它很多年了 这个账户 就有八年的时间 我没看了 但是八年过去之后 去年不是形式特别好吗 对 然后我就这个 有兴趣啊 打开一下 而且呢我也收到一条短信 说我分红了 我记得我是三万块钱 买了一个股票啊 八年当中 给我分红分了三千块 就是说八年 百分之十的这种分红 所以呢 刚刚呢 这不Bob提到了吗 这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啊 那说到分红 那澳洲跟中国一样嘛 也是七八年 或者好几年才分一次 其实澳洲的股票的话 它一直啊 这么多年都是以高分红著称的 就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去年的话 我们知道整体 其实银行业都算是比较萧条嘛 不是特别好 但是呢 去年几乎所有的四大银行 都年平均分红是在百分之二到三左右 那像以往往年的话 几乎年平均下来是百分之六到七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我们只要把股票买进去 咱们什么都不做 不考虑股票单单涨跌的情况下 光光拿分红就能拿百分之六到七 而且我相信这百分之六到七能够跑赢 几乎所有市面上银行的这个定存了 那像是今年的话 澳洲也有一些是铁矿石的这个公司啊 分红能达到百分之十几以上 而且呢不是说我们今天买进去 明年的今天才能拿分红 而是只要在它分红日的前一天买入 咱们都能够拿到这百分之十几的分红 我大概算了一下 如果我当时不是在A股买股票 我这三万人民币啊 其实在这个澳洲买股票的话 我估计这七八年下来 我已经涨了一倍了 光拿这个分红还不说这个股票本身的涨跌 是的 哇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啊 这个数字拿出来一对比 我也很奇怪 Bob你看你在这个A股市场打拼了很久啊 为什么到澳洲之后啊 才当了一年的股民啊 之前都干嘛去了 怎么说呢 其实也是之前也 之前呢也不是很了解这个澳洲的股市 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啊 对澳洲的股市 但是现在呢发现 前面一段时间发现 我一个SIP账号里面 养老金账号里面 它在前面一段时间就9000多 突然之间呢 涨到了12000多 它这个收益呢是真的很高 涨了三百分之一 而且呢 可前面你说的 就说那个分红 其实我是三月份买的 然后呢 我呢好像六个月不到吧 他就给我分了一次红 分了1000多块钱 然后呢 你买了多久就分红了 好像好像我记得应该六个月不到吧 半年不到 对半年不到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分红的 他说给我发封信说 你有分红 而且好像有扣税的 税给你扣掉 但前两天呢 就班迪购 我也有班迪购的那个股票 他又给我分红了 好像也分了1000多块钱给我 天天都收红包的感觉 对 感觉很好 然后呢 其实在做股票之前呢 其实也还是有投资一些 有投资一些其他一些生意的 因为毕竟自己有个生意要管嘛 那么差不多稳定了 也投资一些其他的一些产业 也投资过火锅店 然后呢 也不止投资了一家 所以呢 其实2020年 大家也分之也看得出来 就说 可以掐的指头算 它lock down了多少天 然后呢 如果这个生意 你如果能够不贴钱进去 其实它也是 所欲是很成功的一个范例了 其实呢 这个在特殊时期啊 虽然之前做这种实体生意 是蛮赚钱的 但是呢 没想到这个疫情来了 所以这个疫情的时候 还是对于大家来说 很多这个实体店铺来说 它算是一个至暗时刻 那说到这儿 也要问一下这个Tim 在经历了这种 2020年的至暗时刻之后 我们的这种购买小生意 2021啊 2022啊 之后 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前景 你会非常乐观的去看吗 小生意的走向 是的 我认为啊 这种小生意 就叫人的 人的生存存在 那么小生意总是会存在 而且现在欧洲疫情 基本控制的不错 疫谋也开始打了 然后这种啊 国家的各种政策 也连续出台了 所以我认为这种 应该是小生意的好时间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认为我们应该 买小生意的一些看法 第一 我们通过买小生意的 我们可以解决我们这种就业问题 那么我认为我们华人又是第一代移民 因为我们国内受的就与不一样 我们这种文化不一样 体制不一样 所以我们工作经营更不一样 所以再加上我们的语言限制 在这里找一个好的工作也不是很容易 所以我们入手的其实应该没有什么门槛的这样的一个事业去做 其实能够起步的非常快 就是我们说的购买一个店铺 是的 那么购买一个店铺呢 生意就可以解决你一个就业问题 第二点呢 我认为你买一个小生意呢 你的生活更充实 那么会更丰富 所以我认为 那么不管是什么样的决定 是自己做自己做自己的决定 所以做一个老板 我认为一种一种荣誉感 那么第三点呢 我就是对我 尤其对我一个非常的帮助 所以我往年三十年的生活非常有帮助 一个点是你做了小生意 因为它让你提高你的综合能力 因为你做小生意 你会牵涉到法律 会计 兼容 服务 纠纷等等之类的 所以这些问题都要需要去 你去理解 需要去提供你的知识去解决 所以很多人说 你做了三五年生意 等于变成了半个律师 半个会计 半个竞争专家 因为他会让你学到很多知识 对 虽然是半个 但是也是帮助我们迅速地了解 这个社会 融入这个社会 是的 是的 那么还有一点 我觉得我们应该 就是我们签证会更好 是因为刚才所提到的 我们疫情控制得不错 疫苗也开始打了 那么国家出了很多政策 我相信不就是将来 我们这种国外的航班 也开始过来投资移民 这一旦市场回复了 那么刚才可可讲的 那么现在办公楼 也基本可以回去 所以复苏迟早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是 很好的机会 是的 说到这个国境打开 相信会有更多的新移民 特别是188移民 所以这个时候入手 我们的小生意 对于我们的188移民来说 也是大有弊异对吗 是的 是的 因为188本身去买一个生意 去达到最终的身份问题 所以如果你本来打算 有买生意 现在陈迪去买一个生意 是很好的机会 而且我认为 现在买生意 最大的一个优点是 现在是 刚才我们以前提到的这种 虽然这个疫情呢 带来很多伤痛 同时也带来很多的机会 那么他们说 这个疫情是百年一次 我相信这个机会 也是百年一次机会 刚才我们提到这种 比如说17万15万的投资 其实3万5万也可以入手 这个投资的成本可太低了 只有这个3万5万 就可以入手小生意 但是呢 在一个最恰当的时候 就是说百年一遇 刚刚Kim用了这个词 所以呢 这就意味着 就是你用一个很低的成本 进入到这个市场 只要经营得当的话 未来的这个收益是很可观的 那刚刚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因为直播间呢 有很多的在线参与的观众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投资 KTV会有市场吗 这真的是刚才 我们在说到这个实体经济 说到小生意的时候 这个关于娱乐方面的产业 KTV Kim来分析一下 对 我认为KTV跟其他 也是娱乐行业一样 那么当然 我们这是我们生活 不可离开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觉得 那么现在恐怕现在是比较负责的过程当中 可能现在起播了以后的半年 可能还比较困难 但是你做生意 不会做半年的生意 如果你现在开始准备 那么本来现在成本也比较低 如果你放长线的话 过了六个月 十二个月 一年两年 我相信你投资KTV 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项 当然你一定把这个地点要选好 这个装修要弄好 而且你要看好你的人员 你的 你要基本功要先学好 一定有 所以这个方面要用应该有的知识 所以你有基本功要先做好 底子要扎实 这样前景会非常的美好 和客观 好 我们看一下 现在这个直播间的问题 其实还是挺多的 而且问得非常的具体 那接下来我问一下 这个我们的美女的分析师 那科技股 科技股现在是一个好的入场时机吗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因为刚刚也讲到 一到2021年 几乎去年涨得很好的科技股 几乎跟没动一样 就是今年开年是什么价格 现在还是一个什么价格 那我觉得呢 接下来最关键的 咱们这个投资朋友们 要想清楚的就是 我买这个股票 到底是持有一个长线 还是说持有一个中短线的一个问题 这真的是最重要的一个投资逻辑 对 因为科技股的话 我们应该知道 最近的拜登呢 也是出台了一系列的加税的一个法案 针对于海外的 就在海外有业务的公司 像是谷歌啊 或者说像Amazon啊 这些公司 那像是这样子的法案一出台呢 其实根本意义上来说 对这些科技股的公司 应该是有挺大的打击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轴放长 放到五年或者十年来看的话 其实现在的科技股相对于来说 就像我们现在回顾过去五年的时候的股价一样 那个时候我们会觉得 当时好像挺贵的 但是如果我们回顾过去 那个时候五年前的话 我们会觉得 那个时候还真便宜 为什么没有买 所以现在的逻辑呢 几乎也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站在现在的时间节点 来看今年可能会觉得 或者说去看去年 会觉得说 现在的股价还比较高 但是我们再往后看五年 或者说更高十年来看的话 我觉得依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入场时机 只是呢 是需要谨慎的就是关于接下来的这个美国的税改的法案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当然还有一些重要的像是新能源汽车方面 我相信刚刚主持人也讲到特斯拉的一个问题 那美国接下来这个拜登啊 还会有将近三万亿到四万亿的一个刺激法案 就是计他上个月 二月份之后的一点九万亿之后呢 还会有一个新的刺激法案 到时候呢 会有很多资金的部分 会支持美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发展 那作为新能源 作为科技股的新能源板块啊 我觉得接下来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受益的 新能源板块值得大家关注啊 而且刚刚呢 经过这可可的分析 我就一下子就明白了 我就很奇怪 为什么特斯拉这股票 我今天看还是在这个六百多的这个水平 其实它应该是在叙事待发啊 对 当这个刺激法案在出来的时候 新能源的这个助推法案在出来的时候 可能它就会迎来又一轮的爆发 毕竟这个特斯拉的这个股票 现在是几百美元一股 亚马逊的股票 其实现在已经是三千多了啊 对 所以你要看这这个中间 它的差距成长的空间 特斯拉还是非常的大 是的 好 那刚刚呢 我们也是详尽分析了一下 这个科技股啊 好 我发现这个 好像问题一下都涌出来了 在我们这个直播进行到 其实都是进行过半之后啊 很多的问题要问一下Kim 因为Kim可能刚才介绍特别好 特别的详细 所以呢 大家就开始问了说 哎刚刚Kim提到了这个洗衣店的问题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要投资一个这个投币洗衣店 那一般多久才能回本 那么一般投币洗衣店回本 是我们就是我们要标准 三年回本为标准 三年回本为标准 当然可能 当然也可能取决具体案例 比如说有的人可能说 我急的要出售 所以我也等不了 所以你快点急的出售 那我可能两年回本 有的人说没有 我慢慢等到什么时候 和谁人选 我才出售 那么一般我们三年标准 三年为标准 三年为标准 我觉得这从两个角度来分析吧 第一个就是 比如说我投资一个这个房子啊 投资房 那其实呢 按照一般投资的规律啊 这个房子如果能在20年之内啊 能够回本的话 这个房子啊 回本的话就已经非常好了 但是呢 你看其实一个投币洗衣店 三年能回本 其实平均指数来说还是蛮好的 另外就是还考虑到 现在的入手时机 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 可能很多投币洗衣店啊 它呢 在出售的时候会比较低价出售 成本就很低 放在那儿 也许可能你一年多就会回本 是的 对 这也考虑到就是你入手 这个洗衣店的时候价格是怎样 是的 所以如果你要想非常精准的啊 让我们的专家来为您分析的话 好我建议您还是直接拨打 我们新世纪的电话啊 03-9898-2874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哎呦 接下来问的是直播行业看好吗 直播行业这指的是股票吗 嗯 我还真不知道这位观众朋友指的是什么 所以也希望这位观众朋友 这个把这个问题啊 打得尽量的能够这个详细一些 再多给我们一些这个参考的 呃数据啊 或者是呃参考的背景啊 好 那么接下来呢 还是要问一下哦 问一下coco啊 比特币大涨 全球有这个通胀的压力 那澳股来如何进行布局和投资 哎 这个比特币大涨 嗯 上回就有朋友要问了 他还会继续涨吗 嗯 对 我个人觉得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啊 其实比特币还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呃行情 对 然后刚刚也提到说澳股如何进行投资吗 天呐都已经那么贵了 啊 要是我我肯定下不去手啊 啊 啊 对因为我记得同样的一个话 当时在 比特币2万创新高 3万创新高 4万5万创新高的时候 每一次都会讲说现在的价格太高 但是呢就每一次就会屡屡看着它再次创下新高 像我今天早上又做了一个新闻播报 那昨天呢是最高创下了6.3万美金 呃 每每一枚 又创下了一个记录 对 对 所以每次你回手观望的时候就会发现 在你这个拿着手中的钱还在等待的时候 人家的这个价值 包括我们的股票 很多股票已经一记绝成 你再也赶不上了 所以呢 如果你看好哪只股票啊 也是希望大家呢 可以寻求我们GoMarkets专业的专家们啊 来跟他们对接 然后来咨询一下啊 来进行一个专业的咨询 那么我们GoMarkets的电话啊 现在打在屏幕上呢 是03-8638-0602 03-8658-0602啊 03-8658-0602 同时呢 你也可以在这个屏幕上扫一下我们小助手的二维码 那小助手呢 也会帮助大家一些细节呀 开户的问题 会给大家很多的support 好 那既然说到这个开户啊 我看到Bob脸上有面露微笑 来跟我们说说啊 在这个GoMarkets开户啊 2020年的时候对吧 刚入市场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收获 当时入手了哪只股票 还记得吗 其实当时2020年我来澳洲那么多年开始就是说接触这个行业 这个股票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方向 因为不知道找谁去也不知道买什么东西好 那一个朋友呢偶然的机会呢给我介绍了一下GoMarkets 我记得当时是Gordon接待的我 他呢反复给我强调一定要找我们小助手一定要多问小助手 我当时也没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啊 不过现在呢开始有点明白了 那是肯定是中间这个没有及时的找小助手 所以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啊 其实很简单 就说像我们炒股 你说我2020年买了你说迟到现在 怎么迟呢 说句实在的我也没这么大的本事 那有的时候你迷茫的时候 也不知道方向在哪里的时候 很多时候呢 我就这个发个信息问问小助手 有的时候呢他们有客服 我就打个电话 我的客服是Gordon 我就打电话给他 什么情况怎么样啊 有什么最新的信息啊 或者东西可以给我们了解 那么他们也有活 他们也有这种直播活动呀 或者用网课 也经常去看一看 然后呢 其实我当时还是蛮喜欢Mac的那个 那个就是说直播的那个 他在好像3CW也有活动 对对对 其实你每当我每次都想卖的时候 特别是上次好像10月 12月份还是几月份的那次 有一次回调 对 大跌的时候 我也有点犹豫啊 有点害怕 但是对 Mac他 我听了几期节目之后 还是让我坚定的持股 那么 当然也有很多小插曲 没听小助手 没问小助手 那么像我当时刚进股市的时候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反正正是案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 我在中国股市呢 就屡败屡账 那么自己认为呢 这个失败是成功之母 成功的母亲了 我用很多有很多母亲了 我想总归会成功了 然后就跑到澳洲股市里面 哎 觉得蛮顺手的 然后后面呢就想这个 我就我就当时凭着自己的感觉买了after pay 嗯 那买的很好啊 买了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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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200是个什么单位啊 不知道 但是不知道 我以为是200手 嗯 因为那个软件呢 说句实在的 当时呢 英文呢也不是特别好 我还不知道margin是什么意思 嗯 所以呢 就没什么看软件 200买好了 我还特地问我朋友 我这个200买的到底是200手 还是200股 嗯 不知道 然后呢 然后就就就就就就就 反正也没管他 没管他就买了200 然后我就跟他说 这时候请你认下专业的 对 来咨询一下 到底是想买多少 我呢原来是想买200 两两两万 两万 嗯 两万股 对我想买两万股 嗯 然后呢 但是呢 花钱说回来 如果这个两万股买了呢 也不可能拿到现在 嗯 我这个200股呢 是在55块钱左右是卖的 55块钱就卖了 对 那时候呢 多少钱买的 我记得好像是 16 7块钱吧 嗯 他拼命的洗牌 嗯 17块钱买的涨了三倍 三倍 如果是我的话 我跟你说 我也就卖了 能撑到55不错了 但是没想到 后来现在是100多 100多 这是一个是没有想到 第二个呢 其实我当时是不想买 因为我跟我朋友说 有可能都会涨到180 我乱说的啊 但是也是就是说 这种对这种科技股的 这种执着和他的 这种无限放大的 可能 嗯 那么 本来 今天已经128 127了 对 应该到160 之前最高到过160 嗯 对 那个 然后呢 我也没问小助手 其实他是不需要我卖掉的 我以为他会吃掉我那个 那个这些 那个妈 他的那个叫就是保证金报警了嘛 嗯 因为我也买了其他一些 其他的 因为我这样我有这么多母亲了 我没问题啊 所以呢 就说买了自己大胆操作 大胆操作 然后买了买了买了波音 你给我了从来没有用 除了八年唯一的那个分红那条信息 我觉得是有用 嗯 好 我呢 webjet Quintus呢 是当时是GOMAX推荐的 嗯 我差不多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买的 那好像多少钱两块多 两块多 嗯 两块多 嗯 所以跟我们说一下 这个亏的是不是 是自己操作的还是 其实 这这时候呢 都没问小助手 嗯 也没怎么去理他 我觉得这个按照自己思路就可以嘛 但是这个两个股票 澳股呢 我说实在是真不知道买什么 是真是他们推荐的 嗯 他们有那些分析的一些 一些一些数据 可以告诉你为什么要买这些 对 那么我觉得 我坚定的买了这些 Afterpay 赚了三倍 然后另外两个Quintus啊 你去年如果入的话 低点的时候 其实都是两块多一股啊 但是 嗯 你今年把它出了 我看今年它比较好的点 都已经将近六了 嗯 将近六了 就是说 赚了肯定是一倍有余 对 我没有在那么高 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能够在高会卖 所以呢 其实我是 这个时候呢 也是行情不稳 嗯 那么我也问过了 就说他们那个小众手呀 问过Gordon了 我说差不多了吧 他说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你自己决定 嗯 那我那我想了 反正也有也有也有这点钱赚了 我就想算了 我们这种 也不是大神 也无法 就说我当天操作 我高买低卖 这我觉得可能性很低 所以呢 差不多了 我就觉得当时把它卖 嗯 哎 我还想问一下 这个当时买了两百股的 那个 Afterpay 花了多少钱 哦 这个是我后面研究的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 当时真的 真的 应该打个电话问一问 其实我仔细算了一下 Afterpay 当时应该它的杠杆比例是 保证金20% 20% 我算了一下200 200乘以17嘛 就3400块钱 3400块钱 就600块钱的 600块钱 我现在想想有点 怎么说 不能说后悔啊 不能说后悔 只是说没有打电话 就没有打电话啊 对 没有打电话 看一下 其实呢 就是这个金额 也是让我挺惊讶的 作为一个这个被割了很久的韭菜啊 面对一个像你这种老股民 还是你有经验 为什么呢 如果要是我的话 我直接就是买股票了 对不对 17块钱的时候入手 你要是200股的话 就3400 澳币 我可能就掏了 这3400是吧 也不是特别大的压力 但是他呢 确实是老股民啊 有经验 这20% 保证金一共才花了600 600 应该是600多吧 600多 600多澳币 但是想想啊 这个当这股票涨到55块钱一股的时候 他其实赚了多少呢 赚了7000多澳币 就用600澳币赚7000多澳币 天哪 这差不多是一个月的薪水啊 或者别人 普通人两个月的薪水 这钱不香嘛 而且是税后收入的感觉啊 嗯 对 那Bob刚刚也提到有一些重点嘛 就是第一要问小助手 第二呢 是说到一个杠杆的问题啊 那可能这个节目前的这个观众朋友嘛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杠杆 或者说不太了解杠杆 那其实呢 我们日常生活中啊 去买房子的时候 其实就是找银行贷款 其实就是使用了杠杆 比如说一个一套100万的一个房子 咱们首付是10万 剩下的90万 就是问银行贷款 相当于自己用了10万块钱 去购买了价值100万的一个房子 那Bob刚刚刚的那个例子呢 其实相当于就是用600块的这个资金 买了价值3000多块的这个after pay 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是一模一样的 对 那只是说呢 在杠杆操作的过程中呢 作为我们这个金融从业人员的视角啊 会尤其的提醒各位这个投资者一定要合理的使用杠杆 虽然我们知道杠杆呢 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增加我们的收益 甚至说会让你的收益翻倍 甚至说啊翻三倍都会有可能 但是呢 一定要在合理的范围内使用 那该具体该怎么使用呢 也是非常欢迎大家下来之后 跟我们讨论如何用小资金来购买 像是after pay这种这么贵的股票 嗯 对 好 那其实呢 就涉及到一个大家是需要向专家咨询啊 因为我们直播时间还是有限的 其实现在已经超出这个原定的直播时间了 但是没办法 还有好多的内容和这个问题啊 主要是问题 很多网友提出问题了 要回答大家 所以呢 为了节省时间啊 呃 也是一对一的来对大家进行一个指导 大家可以加一下我们屏幕上啊 GoMarkets客服的 呃 小助手的微信 大家扫下这个二维码 好 那扫了二维码之后呢 来进行这种呃 一对一的咨询 相信对您的这个投资会更有弊啊 好 那刚刚也说了有一些问题 在等待这两位专家来回答 那在之前呢 我们还是要送出一轮的奖品 来进行第三次的抽奖 好 我们第三轮的抽奖呢 是普通装的烟精啤酒 啊 和第二轮是一样的啊 是一个pack 然后是 大概就是我们这个 呃 我们现在这个直播现场 大家能看到的啊 烟精啤酒 这是我们国内最知名的啤酒商之一 他们用的这个水呢 是烟山山脉下三百米的地下水 非常的纯净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 现场哪些朋友 获得来自这种家乡味道的啤酒啊 获奖者是谁 来我们现场来开始抽奖 好 停 好 又请这个工作人员 拿上这个抽奖名单 好的 我们来看啊 现场的这个抽奖名单 你看还有 我们这个手写的部分啊 手写了 哎呀 好多个号码 这就是加入我们这个直播间之后 啊 很多朋友 就是扫了二枚码之后呢 获得了这个抽奖号 所以呢 再和大家再来说一下 我们还有一轮抽奖 在这时候是个大奖的抽奖 所以呢 这个时候您刚进直播间也没有关系 可以向我们的这个专家提问啊 这个问题呢 价值就非常的高了 另外呢 您还可以获得这个抽奖的机会 烟精啤酒啊 先提前公布一下 我们下一轮 最后一轮啊 是特等奖啊 烟精啤酒是一箱 刚刚我们看到是这个一提啊 一个pack 但是呢 最后我们的这个大奖的是一箱 所以赶紧扫下我们屏幕的二维码 来得到这个六位数的号码 并结个屏啊 以防自己忘记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轮的 啊 获奖者 一共有24个啊 24个 那Mable呢 只念一遍 大家呢 听到自己的号码之后 赶紧和我们的这个客服人员进行联系 那号码是 104 194 318 067 980457 121 658 329662 948771 663200 4216444 433282 971 170 以及957886 213 199 213 199 276081 354 308 那么还有 我这号码看的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个A股的代码一样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来回答一下我们现场朋友的提问啊 好 我们的这个因为问题太多了 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细心啊 就用这个红色的笔体标出来了 大家非常急迫想问的啊 要问一下我们现场的Kim 寿司店 毛利率大概是多少 因为刚才看到您啊 分析这个餐馆啊 咖啡店呀 这种成本 还有利率分析头头是道 非常精准啊 所以想问一下这个寿司店 寿司店的毛利一般是70到75 原料成本就是25到30的原料成本 70到75的毛利 哇 那这个毛利空间很大 是的 银食行业的毛利还是蛮高的 嗯 好的 那刚刚呢 这个问题呢 可以说这个Kim这一口气啊 就回答出来了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借鉴 当然了 一些细节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寿司店的位置怎么样啊 什么样的一个这个价格可以入手啊 也是欢迎大家呢 拨打我们新世纪的咨询电话啊 03-9898-2874 好 那这个观众朋友听我们的这个直播啊 肯定是非常非常的认真 因为他说了 说哎 Coco刚才提到了一点啊 说这个时候呢 房价上涨很猛 我真的买不起这个房 所以呢 想问一下Coco 房产股 有没有好的可以介绍 嗯 我们可以推荐吗 在这个直播过程中 可以 对 但我这边呢 也做一下这个免责声明啊 所有呢 我们就包括我讲的这个话术当中啊 仅仅代表我Coco个人的观点 不代表GoMarket的观点 这个是按照公司的合规要求 和澳洲证监会的要求 我们每一次公开演讲的内容呢 都会做一个这样子的免责声明 那这个呢 信息呢 只代表一般性的观点 并不构成您个人的投资观点 那具体的呢 您需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 还有这个风险承受能力来具体考量 嗯 对 那刚刚也提到说这个房产股嘛 那其实刚刚在这个具体的内容里面呢 也举了一个例子 像是咱们经常买卖房子 或者说租房子 找房子经常用的这个APP 叫做Real Estate 它呢也是一个澳洲非常出名的一个上市公司 它是作为科技行业的其中一个公司 它现在股价也是比较高 一百多澳币一股 对 那就像Bob刚刚刚讲到的 如果啊 咱们手里的资金不是那么充足的情况下呢 也可以来跟我们了解啊 如何在合理或者说相对范围 风险比较小的情况下 运用杠杆来买这样子的一个股票 对 好 我发现啊刚才在这个节目的直播过程中 虽然主持人一再强调说 如果大家想要这个在GoMarkets的平台上啊 获得我们专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能够扫一下我们的屏幕的二维码 但是呢 依然有我们的热心观众啊 坚持不懈地问 那我想在GoMarkets开户 我怎么直接找Coco 能直接找你吗 Coco 可以可以 对 如果大家啊 想要跟我们这边取得联系的话 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 可以联系我们这边小助手 那他呢 到时候会给您推荐 我这边的这个联系方式 或者呢 也可以在上班时间啊 早上九点到下午六点时间呢 给我们打这个公司的电话 03-8658-0603 那开户之后的服务呢 就像Bob刚刚讲到 他经常呢 会收到我们这边早上 每天早上的一个交易短信的提示 那除外这个之外呢 我们自己每周二和周四的晚上呢 还会有专门面向客户和投资者朋友们的一个网课 来给大家做一些个股 或者说具体行业的 或者说最近新的一个行情的一个分享 对 这个都是我们客户可以享受到的服务 还有包括每天的这个邮件的 关于最新的行情和每日财经点评的分析 这样子的邮件 都是我们这边客户能够享受到的服务 这个服务是非常到位了 再重复一下啊 可以拨打我们GoMarkets的电话 03-8658-0603 03-8658-0603 那其实刚刚呢 我觉得最早的时候 Kim给我们介绍了 说这个申请一个小生意啊 注册一个 这24小时就可以办到 我们这在澳洲买股票 开一个户大概要多长时间 基本上也是差不多 我们差不多会在一到两个工作日之内 就会搞定这个开户申请 所以只要不打电话 或者呢这个扫描我们屏幕上 小助手的二维码就可以实现了 好那接下来呢 还是关于平台上的问题啊 那Kim刚刚介绍了很多啊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 直播间的很多的观众朋友呢 真是充满了好奇 他们也在说 这个小生意在哪个平台进行寻找比较好 那刚刚我们一直在说新世纪新世纪 所以还是请Kim呢 来跟我们说一下啊 我们这个平台啊 如何联系 因为他也问的是 我们如何联系Kim 对 当然可以啊 首先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 可以我们有两千多个生 而且不断的更新 他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可以看到最新的生意 可以对比 第二呢 他可以 当然除了我们的网站 因为很多 比如说综合的网站 可以把所有的一些小型中介 可以在一个种网站 也可以比如说 Business View啦 Sig啦 Any business都可以找到我们的生意 那么 要联系我的 当然 我们是九点到五点上班 所以是可以过来访问我 那么我不光是给他们一个 给他介绍他们想看的生意 我更按照他们的条件 我可以按照他们的条件 就可以选择一个生意 可以介绍给他们 所以 当然我的 可以打我的手机 可以到办公室 03-9898-2874 或者来办公室见我 我都可以 好的 可以这个见面啊 和Kim来亲自来聊一聊 那另外呢 也可以拨打电话 03-9898-2874 来进行电话咨询 两个方式啊 任您挑选 那说到这的时候 又看到我们这个屏幕当中 也有问题提出来了 那应该是问Coco 有杠杆的产品是CFD产品吗 风险大不大 优势又是什么 我一口气好多个问题啊 然后想买美股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这个我就可以回答 可以买美股的 好 那么之前的问题来说一下 好 谢谢主持人帮忙回答 其中一个问题啊 那我就来回答前面几个问题啊 就有杠杆的产品是CFD产品吗 没错 那风险大嘛 就像我刚刚说的啊 这个风险大不大 关键看你呢 到底是怎么操作的 我们打个比方 总共给你20倍的杠杆 那咱们可能一买 或者说不太了解的情况下 一买就用了19倍 甚至20倍的杠杆 那你说这个时候 风险大不大 对吧 那Bob都在旁边点头了 那如果在20倍的杠杆情况下 咱们合力的使用1.5倍 或者说2倍的杠杆 那Bob应该就清楚了 这种情况下 风险呢相对可控的情况下 又会使你的收益呢 增加百分之 就1.5到2倍的一个情况 也是非常好的 那这个呢 我相信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优势 那美股呢 我们这边目前啊 也是可以交易的 而且这个交易成本呢 也是市面上非常低的 那之后呢 我们也很快会上线香港的股票 那对于香港股票感兴趣的朋友们呢 也欢迎啊 之后来跟我们这个具体了解 好那其实接下来这个问题 还是关于股票的问题啊 本来这个问题回答完了 我说开始最后一轮抽奖 然后但是呢 发现这个问题一个一个涌来啊 好 其实刚刚我们提到这个银行股分红的这个问题了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聊到说 它的这个分红啊 基本上是6%到7%有的时候 那疫情的期间呢 也会有2%到3% 2%到3% 对 一直在坚持分红啊 那这个问题还是关于银行股分红怎样 那会比银行利息还高吗 当然高了 对 银行利息百分之零点几 零点几 对 对 主持人一听就是非常了解这个市场 都帮我回答这个后面的问题了 对 澳洲的银行股的分红呢 之前啊 就像我刚刚说的 是非常高的 6%到7% 那在去年的这个疫情打击下呢 尽管是非常不好的 或者说至暗时刻啊 都有2%到3%的一个分红 当然不是说一次性派发 而是说呢 它澳洲基本上大部分的股票 它都是每半年分一期 而且呢 上市公司啊 也是非常豪爽 就会告诉你 我会在今年的几月几号分红 你如果对我这个公司股票感兴趣的话 你就可以买 对 所以说只要在这个分红的时间之前 咱们买入这个公司的股票的话 都是可以享受到这个分红的 对 那我替这个观众朋友问个问题啊 那既然银行股这么看好 那我是应该四个一块买啊 四大一块买啊 还是你觉得会有什么 让你印象非常好的 这样的银行股 对 主持人刚刚说到了四个一起买 我就想到了一个关键的词 就是有钱 非常有钱 因为这个我们知道 其实澳洲的四大银行 CBA ANZ NAB和YSPAC呢 基本上可能对于我们这个银行储蓄户来说差不多 但是呢 CBA一直是作为四大银行里面的龙头老大 它目前的股价是80多澳币一股 那像是其他的ANZ啊 或者NAB的话 目前可能是在20多到30 30不到 可能28左右不等 所以你要一口气全买完的话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资金压力 那另外呢 还是我们要讲到的一个是分散的一个角度 如果说我们资金有限的情况下 那尽管我知道可能银行非常好 但是呢 我个人的选择不会把我所有的资金 或者说把我大部分的资金放在一个银行 一个行业里面 而是我可能会选择去分散一些到其他的板块 或者个股当中 那么这四大银行 或者说像是Bob刚刚刚提到 他有买Bandygo 这些相对来说小一点的银行 我可能就选这么一只到两只就可以了 这个股票配比都跟我们讲的一清二楚啊 真的非常的清晰了 也很有时操性 那最后的一个问题要问一下Kim啊 因为刚刚呢 我们说到这个买小生意 这个时候入手是最好的时机 但是呢 也有朋友是非常的谨慎啊 他说那买小生意 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能不能简单的几句话和大家说一下 是的 那么买生意呢 有很多事项要注意 但是我就讲几个比较 我认为比较重要的 一个买生意 千万不要看 人家买什么生意 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条件不一样 自己能力不一样 所以千万不要说 我朋友买了什么生意 所以我应该去 因为我记得很多年前 一个夫妻两个带了两个小孩过来 说找我要买生意 我说看什么生意 餐馆 我一看两个小孩 我已经知道了 这根本不是个做餐馆 但是我问他 你为什么买餐馆 他说他一个朋友买餐馆 做得很好 我说你 当时看我之前七岁后 七十四岁后 三四岁的小孩子 我说根本不可能 就是对你很不愧去做餐馆 后来我引导他去看别的生意 后来他买了一个 一个工厂去一个咖啡馆 五天的 后来他也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 要安装你的条件 去选择你 适合你的生意 还有几个地方 就是你决定以前 你一定要该要的资料看好 那么你应时地考察 你们忙的时间去看 不忙的时间去看 所以你一定要看好资料 那么当然 我建议你带一些专家去 比如说看资料之后 你不一定能看得懂 所以才出现 比如说 Coco一样 或者各种一些专家 你要给他们看 看好了 你满意了 你在做决定 因为你做的决定 那么你很能改过来 所以你一定要先看好资料 所以我们的这个新世纪的专业人员 如果他选择在这个新世纪的帮助之下来进行自己店铺购买 是不是我们也会提供这样的服务 就帮他去看这些文书啊 是的 我们就要他过来看生意 我们一定会提供一切资料 从头到尾 所以我希望他能够买到一个他满意的生意 希望他能够买上什么都看到 而且我的毕竟我做这个行业做了很多年 所以我的想法是 不是他 我一般不是他想看什么生意 我通过他的了解之后 我会建议他 有可能这个生意跟他合适你 所以我会尽量提供所有资料 所以我给你资料 你不一定看得懂 那么你可以问我 同时我更建议你 问一些专家人士 所以你得到一些多利的一些意见 然后回来再决定 当然我们会提供所有资料给他们 是的 在最好的抄底时机入手小生意 而且哪个小生意是最适合你的 最有这个升职的这种潜力啊 也欢迎大家真的 只有一个电话 拨打一个电话 那就可以做到了啊 电话呢是03-9898-2874 好 寻找我们的新世纪的专业人员 来帮助你实现你创业的梦想 好 那么我们的这个节目时间呢 也是差不多将近尾声了 但是呢 在最后的时候 还是要问一下 包博突然想 今天我们来的这两个专家 我们的题目是商铺 与这个股票啊 有种白头的概念在里面 那商铺呢 它其实代表着一种主动收入 你要去创业 那股票呢是一种税后收入啊 被动收益 那对于你来说 两种都做过啊 主动的和被动的 如果两种让你选一种 你会怎么选 其实呢这个选择呢 对我来说不是特别适合 我那对生意的理解和对股票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那么生意的股票呢 就是说行情不好 你可以做多 行情好 行情好的时候你可以做多 行情不好的你可以做空 那么这个企业不好的我可以不买 那做生意就不一样 做生意呢你买了只有一条路 你就只能把它做好 那不像股票 这个完全是两个概念 你翻翻资料 这家公司好 这家公司不好 我可以决定了 但是这个生意就不能 你只能走一条路 所以呢我我我个人更倾向于的是哪 你这个这两个呢你要结合 你不能呢只看一个 以一个生意好的 你也股票或者只能说两种是不同的 收收收收收收不同的东西 是的不能说两选一啊 比如像Bob他就是两种兼有两种结合起来 那现在来看这个前景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是单向思维啊 觉得好像我适合创业 我就去买小生意 但是基本这个风险也都压在这了 有的人说这个我我还是就 这个被动收入一下吧 股票然后自己来随便买一下 但是说实话还是要依靠这种专业的力量 平台来给你更多的眼光和指导 这样的话能让你走得更文件 当然了我觉得对于一般人来说 你既需要这种主动的去创业 主动的收益 你最好这种被动的收益呢 也会也会辅助你的这种财富的增加 对因为原来我也做过招商加盟 那我也对一些投资的人也是一直跟他说 就说你把钱变成生意呢 是相对是很容易的 你在把生意变成钱呢 这是困难重重 当然了就说这一些 你做的这些举动最后一刻 你要对他负责 就像哪怕你鼠标按下去买股票的那一刻 你也要对自己负责 就算分析师推荐的再好 最终这一刻是你来决定的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掌握最后这一刻 好 刚刚我们也通过这个节目已经分析了 比如说这个小生意啊 现在其实为什么 Kim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就是因为这时候你入手啊 他成本非常低啊 一个抄底的时刻 确实是一个好时机 对于其实对于你来说呢 如果这个时候来做生意的话 来创业的话 你的风险很低 风险很低嗯 盈利的这个 它的空间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就要告诉大家 在合适的时候入场 然后呢 我们今天也谈到了股票啊 虽然呢 现在我们入到这个澳洲股票 或者是美股当中 你感觉你还没有抄到底 但是只要你进入 看到未来的趋势啊 在正确的这个引导之下 你依然可以攀上这个股市的高峰 赚取你的高利润 好 那刚刚呢 说到了这个主动收入和这个被动收入啊 我之前呢 也听过一个一个一个故事啊 有人和我分享 他说 哎 在你看来啊 如果你是一个白领 月入三万人民币啊 还有一个保洁阿姨 一个月赚三千块 爸爸我想问你一下 你觉得 这个你后面肯定有故事 后面肯定有故事 的确 这后面还有一个条件啊 那就是这个三千块一个月的啊 工资的保洁阿姨 它其实是有两套拆迁房 所以两套拆迁房它每个月的收益呢 就有多少呢 将近两万人民币 所以呢 其实看起来 你觉得好像白领收入更高啊 一个月三万 但其实呢 你综合看起来啊 阿姨她的这种安全性会更高 她既有主动收入 又有被动收入 所以呢 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考量啊 也会考虑一下下一步 我们投资的方向 究竟是什么样的 对 好 比如说你有一个技能 那你就先去开个小店 然后呢 赚钱 赚了钱再投入股票 然后钱生钱 那不是更好吗 是的 而且即使你的这个赚的钱 还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也可以用一下杠杆嘛 对 对不对 那你如果说你没钱 你也没技能 我只想打个工 挣个小钱 过个生活 那我只能告诉你 这个资产会贬值 一个好的资产组合 它能够给你带来更稳健的收入 所以就是还是 你把时间 把精力啊 把成长放在什么上 对不对 你买不了房 难道你还不能买到房产股吗 对 这确实是 如果说面前啊 这个有这个选择 资金呢 又不够 这个时候我想 那我不能让我这个钱 放在手中 现在是贬值啊 越来越会贬值 对不对 相同的钱 你每个月工资也不涨 那何不如把它投放到一个市场 能让它不断的增值 最起码我们不会被这个通货膨胀 抛在后面 对不对 话再说回来 即使你不投资 你去GoMarket开个home 你了解一下行情和规则 然后让GoMarket天天给你发短消息 给你总结 世界未来的趋势和经济发展 这个发展动向 这个比你看电视剧 追剧 看打游戏 肯定要好一点吧 这个总结是没错的 因为你打游戏的时候 还要花钱买币 还要把钱花出去 对不对 好 那刚刚呢 我们为大家综合分析了 这个主动收入和被动收入 应该怎样 兼而勇之 那最后呢 节目的最后 我们还是把这个最大的一个奖品 来抽取出来 好 那么最后我们这个 今天的第四轮抽奖啊 特等奖 烟金啤酒是一整箱 我们来现场开始 大屏幕滚动一下 来 开始 好 停 好 我们来 有请工作人员 这个大奖呢 就是跟我们第一轮一样啊 就是只有一个 那么这个号码呢 大家记一下 197052 197052 恭喜这位朋友 获得了我们今天的特等奖的大奖啊 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直播呢 可以说是收获满满啊 分析了股票的市场 分析了小生意的投入 那其实呢 我也想对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说一声 这么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大家一直陪我们度过 感谢大家的关注 所以如果呢 您是跃跃欲试啊 想在抄底的时候来入手一个小生意 那就找一下我们的新世纪 那如果呢 你是朝九晚五的公司的白领啊 想多一份税后收入 那可以找我们的GoMarkets 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也祝大家能够早日实现 啊 财富增值和财富自由的梦想 好的 今天我们的直播节目就到这里了 再次感谢我们的GoMarkets 感谢新世纪啊 也感谢我们的呃 赞助商烟金啤酒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直播 再见 股票外汇想买就买 石油黄金一忙打进 不懂英文不是问题 GoMarkets 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股票外汇想买就买 股票外汇想买就买 石油黄金一忙打进